印巴两国之间的矛盾已经变得越发不可收拾 不久前印度还空袭了 在巴基斯坦境内的穆罕默德营地 而穆罕默德也予以反击 让印度损失了50人左右 这10年来 印巴两国之间也发生过不少冲突 但规模都没有这次 穆罕默德带给印度的恐怖袭击大 而印度方面的代表人莫迪也表明 一定会讨回公道 印度人不能就这样白白牺牲 之后便因为这最新发生的冲突 印巴两国不断撕扯 从中 人们就到了一丝战争准备来临的气息 风雨欲来风满楼 美国嫌这局势不够混乱 公开表示支持印度向巴基斯坦报复 然而有美国添乱还不够 伊朗也跑来给印度加油打气 也许是因为之前伊朗也和巴基斯坦有过相似冲突 所以这次是想看看巴基斯坦的笑话吧 得到了两个军事大国的支持 印度报复巴基斯坦的决心更加的坚定了 印度领导人莫迪为什么如此想向巴基斯坦报复 难道他看不出来美伊两国是存心来捣乱的吗 原来因为大选在即 而莫迪这时人气值又下降 所以他是想要通过赢得一场胜仗获取明星 提高自己的人气值 莫迪高扑报复巴基斯坦 除了是因为想获得明星 在大选中获胜之外 还觉得穆罕默德是一个恐怖组织 因此袭击巴基斯坦并没有什么过错 不管怎么样 就现在的情况而言 印巴两国之间的战争好像已经无法避免 据我们了解 就空军方面的力量而言 巴基斯坦是要弱于印度的 但是这并不表示印度能因此占到便宜 有一个消息让印度感到了恐慌 中巴的合作再一次加强 有60架中国制造的香农战机已经飞往巴基斯坦 西方媒体还称巴基斯坦的武器几乎都来自中国 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合作一直都很密切 这也是中巴两国所希望的 面对总是不断找麻烦的印度 巴基斯坦是不会就这样坐等着被欺负的 势必会予以反击 到时候 不断挑衅的印度 从中肯定是从中逃不到任何的 有不少人称 巴铁背后有中国称妖 印度应该看清自身的实力 要有自知之明 加强 无论 为了 感谢观看